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下面那两条线 深红色和橙色的线 就是说是Benchmark MSCI World vs MSCI World Leaders 就是我刚才说的ESG领军营的策略 就看到其实它是很持续的 无论是上年3月市场波幅最大 因为新军疫情而引起的市场波幅最大的时候 它是非常明显地跑赢了大市 而它一直到至今它也是跑赢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 为什么我们会放了超过三成的股票 都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核心 比较稳定一点 其实我想大家如果有留意 其实我们恒生指数公司 其实都有出到ESG指数 是 其实如果你只是单看它的performance 譬如恒子的ESG指数 譬如头三季那样 就跌差不多6% 我看回恒子其实跌了10% 如果你不要单靠去分割 究竟哪些波不波动的话 其实你以中资股为例 其实依然跑赢了整体指数 是 那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讨论多一些相关的一些performance 究竟是否真的帮到你